大家好,歡迎來到Libitas財務自由理財教室 今集上一集邀請Kent跟我們分享家居改裝,究竟需要什麼開支 事緣是因為收到很多資訊,沒有人想住院舍 我真的想在家裏自己改裝,真的適合行動不適合 我都可以在家裏生活得好,究竟有什麼細節需要注意,需要多少錢呢? 交給Kent分享多一點點吧 沒問題,正常人都會學院舍,除非你住到最高階級的院舍 真的有獨立房間,像住私家醫院一樣,我就覺得可以 但是如果普通院舍很多時候都是跟別人分開 就是要同一間房間睡,有房友 那只是說說你旁邊的打鼻行你都搞不定 所以其實居安老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但是上一集我們都提過,居安老牽涉到的開支 牽涉到的需要專業的支援真的相當之多 尤其是人老了,行動力又差了,平衡力又差了 所以我們一開始先說了這一照片裏面 給大家看到的在哪裡?就是浴室 浴室就一定要改裝的,就算你外面沒有錢做也好 為什麼呢?這個浴室不用問都知道,不用看新聞的 長者跌到最高階的核點就是浴室 為什麼呢?有水,有水會滑,滑就會跌倒 跌倒就有機會中風,有機會關節會拉,甚至會斷骨 之前我也邀請過一些職業治療師分享他們處理的個案 都很害怕的,就是你的寬關節,就是大腿和身體連接住的關節斷裂了 是他打一支很粗的螺絲下去滑倒 就是看到上次我特意叫他去跟長者分享,嚇到長者,傻了 我真的馬上跟他說,下次不要播那條片,那條片真的很害怕 所以因為這樣的緣故,浴室就是我們第一個要注意的地方 剛剛說了,線,那怎樣防線呢?當然要在地磚裡入手了 你看到雖然照片上面那個面很漂亮,很乾淨,很光滑 其實就不一定是蟹沙沙的質感才是防線磚 因為有些很光滑的防線磚,大家就有所不知 你們如果想知道也可以去旺角,壯收街找找他 防線呢,我們是說是數的 他有個係數去測試,這個防線度 而不是說,我看下去是鞋子,就會先防線 滑就好,這個在以前的看法可能是,現在就不是 現在滑的磚都可以做到防線 那你說防線係數有多少呢?一般人呢,如果普通的我們年輕人 其實8、9也會很好 但是如果它的長者 可能是12以上才是合適 我又戴上頭盔 是會粗糙的 是會粗糙的 看上去未必粗糙 但還是會粗糙的 即這張照片看上去 滑滑的、靚靚的 其實都可以的 即是如果它的係數是足夠的話 我就這樣出去估計 如果真的有防線功能 大概去到9度 我想9度都會有一個這樣的光滑度 但的確去到13、14度 即是最防線那種 就未必做到這麼滑 這麼反光的情況 但你說踩腳到一個什麼地步 好像踩石仔那樣 那又不會的 即是就算你說赤腳踩下去 都是舒服的 除非你的腳是特別敏感 如果正常人來說是OK 最重要是有一個防線 增加了防線度 令你沒有那麼閃塵 那防線除了在地磚上面去著手 大家也看到 左手邊就有枝野 那枝就是扶手 那肉身的扶手也是相當重要 那除了用料上面 他們的產地 最好是一些先進的國家 例如英國、德國、美國之外 那也看回他們有沒有 即是有些安全標準的測試 譬如說他上一個石屎長山 他可以有幾大的負重力 他上面那個手把 有沒有一些防線的坑穩 讓你可以拿到用 第三件事就不關於料事 就是裝工的問題 究竟你的裝修師傅 或者你的公司 你懂不懂得幫你安裝嗎 你不隨便安裝就行了 絕對不是 裝扶手 兩個地方都是要考慮的 第一個就是 衝浴的位置 淋浴間 第二個就是 馬桶隔離 就是洗手間隔離 一個就是 幫你固定力 讓你淋浴的時候 有些東西拿著 讓你不會那麼閃塵 第二個就是 就是在你如刺的時候 坐著的時候 因為老人家的膝蓋 通常都沒有力 通常都不夠力 包括正 他就需要一個護手 去幫他起來 如果不是 他押起來的時候 有機會太大力 衝刺 跌倒 或者押不夠力 起不了身 所以那個位置 是要裝回 跟那個用家相應的位置 那確實的位置 我當然不可以在這個影片裡說 都出了 每個人不同 所以需要一個什麼人 就需要一個職業治療師 去上門 去幫你量度 他會量度 他會量度 升高 他會量度 現場的位置 他會給你建議 他會說 這個位置 可能要加付 這個位置 加付手 這個位置用什麼器具 那治療師專門做 就是做這種的事情 英文 去Shop from OT 所以這些 我們就是要去找的人 那坊間都很多 無論是政府 還是私人 那 如果要他們 做一個這樣的 consultation 我猜就 一千至五千元 不等 那他就可以給你建議 那通常他們都會 跟 設計公司合作的 那譬如說有些設計公司 會拼請他們 或者他們 有些相送設計公司 那就可以幫你一次過一條路 去搞給我 新手間 那至於你說 連工包料 連 這個 資料潮司 連前計公司 再連裝修 師傅 買了所有 總之幫你整個廁所 的程度 呢 以我所知 現在的 價錢大概十萬左右 十萬元港幣左右 那你說有便宜有貴 就視乎你用料 譬如馬桶要用寶寶名牌 德國牌齒 要入去暖的 要噴水的 那當然有貴一點 就是我們不要 執著是這些 貴與便宜的 十萬元真的給大家一個參考 比較基本一點的改裝 那 那 除此之外你說 廁所以外 那其實 外面的間隔都要改的 上一站我們都有輕輕提過 通道上面其實我們都要去看 例如鱗椅能不能進去 能不能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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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進去睡房 甚至廚房都能進去 都很重要 那些人說 你都坐鱗椅 能不能進去廚房 其實現在有很多大粉牌 例如P字頭 那間電器公司 他們做了一些廚櫃 其實有升降 那就是方便一些 長者可能行動一點 或者有些可能因為 意外 那可能真的 有相見的情況的朋友 他們都還需要用廚房 他們是熟悉煮食的 那他們都設計了很多不同的工具 的設備 去幫助他們可以繼續用廚房 那這些位置就是很個人化的 現在在香港的好處就是 很多時候都買到日本的東西 韓國的東西 美國的東西 即是實際上 各地的好東西都買到 那就視乎你究竟有沒有 好好準備這個錢 你有沒有準備這個資金 去幫自己的退休生活 去做一個好的改造 那當然說過 這麼多東西都講錢 如果真的全屋要改動了 連西手家 連通道 連剛才說的那些 有多少錢 那我以一個 可能四五百呎的單位為例 我估計一百萬左右 一百萬港幣左右 那當然裡面可能連一些 小小的家具 或者一些家電都會爆了 那你說一百萬很貴的 我平時出去找一些商師傅五六十萬 那裝修的界別 是一個很神奇的界別 有些人可以收到很便宜的 一開始 OK 但之後會怎樣加你價呢 我就不敢擔保了 我自己在這個行頭 都叫做打滾了五六年 我在裡面見到太多了 初頭是便宜 後來是更貴 那我想建議大家就是找回一些 真是明馬實價 講到那個價錢 就是那個價錢的一些公司 有信譽的公司去做 那再講完就是 如果有人想改造我的洗手間 但是我真的 手頭很緊 可能我真的不夠錢 那有沒有什麼總結 資助價 其實政府是有的 如果你有65歲 那其實你也可以考慮申請政府的資助 那他們其實上限有八萬元 去給你申請 那其實就現在 這個計劃就交給市民局去處理的 那如果你們有需要 可以聯絡我們 我們幫你去 給你資料理 或者你自己上市民工的網頁找 都找不到 那你就可以申請一個這樣的津貼 他幫你整整個廁所 那但是剛才說了 十萬元整廁所 他都給你八萬元 就是不夠的 自己都是要給一些人 那但是這個就是因人而異 所以趁年輕的時候 就是不只是儲存退休金 還要為自己將來儲存一個 叫裝修的儲備 如果不是都搞不定 那我想問一下 這個儲備 我舉個例子 假設譬如70歲 他做了 就是裝修員 他是否可以叫做 一 cent for all 就是叫做搞定 又不需要八十歲的時候 又要再改動一下 或者再差一點的時候 再改動一下 是不是可以一開始 已經做得 就是叫做 比較 long lasting 或 comprehensive 一些的呢 我以前做的 工程 或者設計的項目 我們都是會以這個準則為主的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嘗試說服 那個護主 他會做長遠一點 因為如果護主 其實他們都很有前瞻性 他們剛剛退休 就找我們 有時候我們給一些建議 他們都會覺得我們 是不是誇張了呢 舉個例子 好像現在圖片上面 左手邊 在一個扶梭後面 有一個好像凳仔那樣的東西 嗯 我想大家可以留意到 那個凳仔就是在那個 發索頭下面 是的 那其實就是讓他們坐在那裡洗澡的 那有些人呢 就未必重要 啊 我習慣了站在那裡洗澡 我這個臨浴奸 我又不是什麼浴缸 那但是我們說不明白 第一 如果你現在習慣坐在那裡洗澡呢 你的機會有小 那你再需要弄得 再差一點的機會 就小了 一個prevention 第二就是 如果當你真是好 可能好者 但是到你之後需要 你又要找我上來弄 那我就收貴你了 沒有辦法 因為分開一定收貴的 一次過做一定便宜 那為什麼不一正 那現在有些坊間有些很正 就是摺疊的 就是不是去這樣裝死的 那你不用了 你就摺疊起來 又阻礙不了你 那有時候我們就做到這些功夫 和一些准退有人事 或者一些年輕少少長者 去說服他們 一次過就好 不要到時再改 不要到時說 我不會坐在那裡的 就是誰敢這樣說呢 就是如果有一個人說 我一定不會坐在那裡的 就跟他跟你說 我一定會病 而且一定不會死 是比較荒謬的一個 一個說話來的 因為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所以這個事情 我們就很建議去做久一點 但是諸佛 你既然問了這個問題 那我們就提及到 人會老的 家庭也會老的 是吧 那家庭會老的時候 你說我七十歲做 但是我還有九十歲 這二十年 我當裏面的裝修裝得很好 都用得著了 可以用給到我個人的需要 但是如果家庭再老二十年 那的確有些問題 我們這一刻都不能夠預料到 例如去結構上面 例如去水口 例如漏水 例如是一些 剛才說漏水 是關於一些水管老花 或者是銅管老花 甚至乎是 如果你家庭會氣候 會氣候老花 那這個就不是我們做與不做的問題 是他會老 他始終有一天都要換的問題 那所以都未必 就算你準備好了七十歲做一次 如果以我們現在 一百歲成團八二歲命來說 其實都真的未必可以一路 明白 其實除了我們叫做 居家安老我們的真實開支 除了是內外之外 即是我們的家居裏面 我們要預 退休還有一筆錢之外 外邊都要預 即是我們常常見到的 叫做大維修 那我又做了一些 照守閘 我又是去Google 搜尋大維修 然後你就看到其中有一些很驚嚇的標題 大維修 其實如果要預備這些大維修 那正常來說是要預備多少錢去做好這些事情呢 哦 這個問題就真的很難答得實 因為 大維修真的太過 太過多樣性 嗯 還有整件事情太複雜了 那麼 很可能利用到一個標題 樓宇復修 樓宇復修就是證明 就是政府給它一個證明 就是30例 樓宇復修 但是 坊間用大維修就比較容易些 通俗些 明白些 那麼大家也都看了 《開爾斯文》這裡都有寫的 就是 大維修第一個成本 最難猜的就是 有機會有不法分子來圍標 那麼就是他們組成了幾個建築公司 就投標 只有他們幾間而已 那麼他們都談好了價錢 可能原本一千萬搞定 他們就個個都一億一千萬 一億二千萬 一億三千萬 一億個中了 那麼你就變成要無端端給你十倍價錢去做這件事 所以首要條件就是 第一 如果你要準備 先不要說準備多少錢 第一 你有沒有關心過你自己的樓宇 的預留法團 你們有沒有去開會 你作為一個業主 其實你有責任去開會 這個跟你自己利益息息相關的 不是說我放一層樓就算了 我只是你自己 不可以 你以為這樣是 省了時間 聰明了 其實到最後很大的機會就蠢了 你才關注這件事 肯定了沒有人做這些不閒事件 真的報了實價 真的需要用到那個錢 至於真的用到那個錢的時候 也有很多變數 譬如說 如果你層樓旁邊有邪波 肯定就不便宜了 因為如果那個邪波 還要在地政署裏面 立一個屋卷發位 那屋卷就負責做它的維收 你不只是圍回自己的結枝樓 或者甚至櫃樓下的商場 你圍生物的斜坡 聽起來都知道貴了 聽起來都知道貴了 否則 很多年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人搬樓樓 倒山泥的時候 倒了一層樓 那怎麼辦 如果不維收 很大的 就是在那段時間 才引起政府的主意 所以 反過來 就是你的斜坡又不同 或者你身邊有些公共設施 要你去維護的又不同 那好啦 就算是最簡單 你的樓樓是獨立的樓 下面的商場都沒有 那又要注意些什麼呢 那你就要注意一下 究竟他們維收的項目 是不是一個必須要做第一項項目 那你有機會可能是 純粹美觀的 那你就要看 大盟的業主 是不是都贊成的 那所以說到底 你還是要去開門 你不停去看著 每年他都一定是會開門 第一看著自己那個 納瓶法團的儲備 第二就是看著 層樓老闆的程度 那你這兩樣東西都要看著 你才知道自己 將來是多少錢 不要只說差的那些 我知道一些好的 屋子管理都很好 那些儲備有幾千萬元 那些大維收可以一元都不用 那些月主拿 就是因為平時的管理費 儲起來儲起來 或者平時一些小維收做得好 那些大維收不要做 跟人的健康一樣 你每天都吃下維他命 如果運動 那你入廠的機會 就是入醫院的機會一定小 一個躺在那裡 每天吃垃圾食物的人 其實樓跟人真的很相似 那所以你怎樣去對待你層樓 和對待自己的身體 就會影響到你將來的荷包 如果因為你的人的身體 或者樓的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然後要付出 是成一個相當大的正比 是啊 在理財策劃的角度來說 人的健康 尚且都可以有些醫療危機 保險去保障一下 但是剛才我們這兩集分享的題目 講的是我們改裝家居去一些開支 又或者是屋苑的樓宇復收 那沒有靠保險去做的嘛 真的要真金白銀給的 所以這個也是很多香港人 去忽略了的一些 叫做真實的一些退休開支 希望在這兩段影片 去和大家分享多一點點 那我也聽過坊間有些人的說法 說真的大為修 我真的沒有錢去退休 那我真的付不起 那我不配合 那他真的不付錢 又會不會有什麼後果呢 知不知道 不付錢呢 其實就是 我之前也有這個 我就在想 是不是可以賴皮的呢 大為修 如果每個都賴皮會怎麼樣呢 那後來看回一些案例 一些繁平的案例 知不知道 和這些律師可以解問他們 發覺原來是不行的 那你說為什麼不行呢 我死定了 不給就不給了 不給 第一件事他可以做什麼呢 其實業主販法團 可以先申請釘啓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叫釘啓呢 釘啓其實就是 去土地註冊處 去進行一個登記 就是要押記登記 就是你層樓呢 就不可以進行任何的買賣 那你就說 釘啓就釘啓 我就是打算在中路的嘛 我都不買的了 那就可以釘啓 那我都在想 是不是真的可以進去釘啓呢 原來又不行的 因為如果你釘啓之後 你還給 你自己需要 應該要給那個筆的 那份錢 其實他就可以 法團或者是債權人 那他就可以入稿法庭 那就去申請你的業主貨產 就是申請我的業主貨 申請我去破產 然後就把我的資產 包括這層樓 賣掉去 然後去抵償回 我欠他們的錢 這件事不是只說 或者去嚇大家 是實際我來做過的 那就是有些是專程 有些不是專程 有些是本身已經去了 另一個國家的生活 完全知道 收不到這個訊息 到破產才知道 破產才知道自己破產 是被人破產 是被人破產 不是破產 是被人破產 那被人強制 把他的單位 是絕對出現過的 這個真的 是沒得騙的 你連自己上去找案例 就一定找不到 所以一定不可以心存挑衡 沒有原因 可以說服那個法庭 我90歲 我80歲 沒有了 他最多跟你說 拍完你的層樓 再給他剩下的錢 叫他住院 這個是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 在這個層面 我經常都會和客戶 一起聊天的時候 一起去反思 就是 有一個物業 是一件好事 它是一個資產 過去10年 香港的樓市都升值 很多人都因此自負 甚至乎有人做了 但是未來的10年也好 未來的20年也好 或者甚至乎 你把樓宇當成你唯一的資產 去支持你 去退休 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我發覺 跟很多客戶聊天之後 答案都是否定 你不能夠單靠樓宇去做這件事 樓宇不是不好 我千萬不要搞錯 樓宇可以是其中之一 但是它衍生的問題很多 你要知道 同一時間 但是你都可能考慮其他 例如一些保護險 或者一些存償 或者另外一些投資的產品 去幫助你 去將你的錢 更加安全地 它存下來 令它慢慢地增值 從而退休的時候 你很確定這筆錢是能夠用的 而且那個資產 是沒有其他 叫做額外的成本 我覺得這些才是真正最好的 退休資產 所以各位聽眾 小心點留意 大維修一來到的時候 沒得來 還有 有一件事提醒大家 大維修真的未必一次 我當你現在60歲 樓30歲 大維修一次 大家都喜歡長命 大多數到 我想90歲命好嗎 好吧 90歲命 你還有30年 你猜一下 跟著那30年 你樓還不用大維修 還需不需要收拾 你收拾多少次呢 如果收拾到差不多 你要賣的時候 你想一下 你樓都先秋八紅 你賣得出呢 你賣得到你心目中的價錢呢 這件事是很值得大家去深思的 其實也是的 因為很多時候 香港人很多財富都放在一層樓裡 就會說 我收租退休 或者各樣 我好像你說的 不止一層樓 兩層樓三層樓 但很多時候 除了樓可以是一個收入之外 亦都可以是一個負債 如果你有這麼多這些額外成本的話 我覺得這兩次的分享 亦都可以很幫到各位朋友 知道原來退休真的不僅是 想醫食住行是對的 但不要想著供完層樓 住就不需要開支 反而就是原來醫食住行 是要繼續想的 因為住的開支 是有很多大家想像不到的 額外成本的 多謝阿Ken一齊和我們分享 期待之後 我們一齊再見 再和大家 分享多些關於 在香港退休 究竟我們怎樣去 做好一個理財規劃 好了 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